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问 3808中国重器是16块有货 想要问一下应该如何来到操作 因为最近看到这个股价也是相对横行的比较久 需不需要换马呢 还是说有耐心一点还是可以再等一等呢 我觉得可以就再等一等吧 因为其实这一支呢它一直在高位就整雇 但是呢也没有什么大的一个获利回吐压力 就表明啊 其实投资人都是在等它下半年的一个销售的一个情况 因为在其实上半年应该都做得非常好的 然后就可以看到在上半年的时候 其实这一些雇头也不是做得非常好 但是呢看到就是中国重器的一个销售啊做得那么好的话就表明它是有一定的一个竞争能力的 而且整个市场呢就看到就是这个出口方面也是有所增加的啊 就看到这一支呢其实下半年我们期待会更多 因为啊憧憬这一个内地会加快这一些投资 然后呢在外国也是有一个出口的一个增长 所以呢基本上有可能下半年会基本面会继续支持到股价的一个表现 当然就因为之前涨起来之后呢 一直在恒实那个状态没有突破 所以呢投资人可能会比较担心 但其实相对而言如果这一些是有的基本面是支撑的 而且呢也没有看到一个大的一个回吐的压力的话 就表明啊大家都是对于前景是有信心的 啊当然就我觉得啊短期可能继续会徘徊在这个15块3到18块左右的一个位置 但应该啊如果有更多数据出来的话 可以突破18元 所以呢如果啊不是太重货的话 应该也可以继续收下去 所以需要是可以参考一下A里的意见了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事整体的情况 今天早段的时候曾经呢港股高开 早段一度呢是震荡走高 升超过430点 高见过19,857点 那现在呢其实升幅就还开始有所收窄了 目前呢是暴在19,548点 上涨127点 涨回0.6% 成交金额为878亿元 可以说A里啊最近的股市的这个行情啊 是一个政策式 而之前此轮呢涨幅超过就是盘上了2万点 也是因为政策拉动起来的这个上升的行情 那您觉得这个持续性能有多长呢 好像最近两三天就又打回原形了 又变到19,000以下了这样的一个水平 您觉得8月份展望 8月份的话 它这个整个行情还会继续造好吗 我觉得是有机会造好的 当然就是因为看这个大盘啊 之前是一直在憧憬一些政策出台 所以呢有一段时间可能超高了 但很快又打回原形 这个只不过是因为市场还是觉得前景不太明朗 因为当时没有太多细节出来 然后呢也是没有看清这个联储局 到底在9月份要不要加息 我们现在还是等就它的一个失业率的一个数据公布 如果公布之后 其实也降低在9月份再度加息的一个可能的话 基本上在8月份这段时间 大家的关注点应该会重回这个企业业绩 然后刚才也提到就是在上半年 都应该很大部分的一个企业业绩应该是造好的 然后呢资金应该也会逐步做一些部署 不论是一些短线的一个操作 还是逐步去吸纳做一个中长线投资 我相信资金也会在这一个月去做一些入市的一个情况的 所以呢对于大盘来讲 我觉得还是会有一定的一个推动力 也是有机会继续突破两万点的这个关口的 当然就是带更多难筹业绩出来的时候 大盘的一个表现可能会更明显一些 短期呢也会出现一个炒股不炒市的一个情况 好所以对于这个整体呢 这个港股的后市相对审慎乐观 可以这么讲 那关注完大师 我们再来关注几只的一个业绩股 最近发业绩的特别多 我们讲讲常识 常识呢今天发表的业绩 半年是少赚了有两成 盈利有超过103亿元 收入呢也是按年跌三成一 至246亿元 中期期维持呢是派4号3 那本港及内地的新盘入账的数字也是大减 令到物业销售收益呢 跌了5成6至35亿多 物业的收租收益也是下跌了超过4.5% 而本港的旅游旅客业复苏 令到酒店及服务套王的收益就上涨了 超过一倍 讲到这个楼市 因为今天这个一首楼开盘也是常识 令到市场很多的声音 所以我们讲讲常识这份报告啊 好像都不是太好的一个表现 是不是那本港的地产 现在的情况就像这样比较疲乱呢 对香港这边呢 其实近年度也看到 因为随着这个加息周期延续啊 基本上就因为买房的一个成本上调 所以呢 大家也没有很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购买抑郁 而且呢 就因为经济服务也是相当比较慢嘛 所以呢 基本上 随着成本上升啊 现在大家都是比较担心的 就算有一些方框陈述的 但是都是讲到就是一些比较昂贵的 的一个金额的一个方框 所以呢 其实对于支持 普通我们所说的一些新盘啊 可能啊这个支撑力不够大啊 现在来说的话 我相信啊 除非就等到美联驰开始掉头减息 然后本港也跟随有一个减息的一个步伐 到时候因为憧憬啊 已经进入到一个减息周期 可能才会增加就是购买力 现在来说的话 今年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比较疲弱啊 除非一些就是新盘推出的时候 相对价格是比较便宜比较新颖的 不然的话 其实可能他们啊 卖房的一个情况 可能还是会相对之前比较弱一点 然后就收益来说 因为他们也要加入楼的时候 才可以就是入账 所以呢 这个可能也会影响到未来啊 这一两年的一个入账的一个情况 所以对于整个地产来说 应该还是会相对比较保守 加上也是除了卖房 也是看到一些就是租金的一个收益啊 可能也没有很明显的一个扶苏 主要还是因为通关之后 其实本港的零售啊 也不是不错特别快 而且呢如果是办公的办公室的话 其实现在供应越来越多 所以呢这一些价格可能也未必可以重返就是几年前的一些水平啊 所以呢这个地产的一个情况可能在未来一年都可能会出一个比较弱的一个势头 嗯 看到长时的业绩不好也有资金回笼这种压力啊 看到最近推出的一款新盘 是那个油塘方面的青海池 首批青海战啊 首批是132货 是投了一个震撼弹 可以是一手楼啊 竟然是一万五千左右一尺 对 所以现在是一手楼比二手楼还要低的情况 所以也想请教一下Elliot 是不是地产商开始要面对这个现实了 因为现在又高期环境 那你资本资金的成本又高起 然后买楼的抑郁需求又降低 所以地产商这一轮的这个减价战是不是开始从长时这边打响了呢 另外想问的就是怎么看未来的港股 这个香港的整体楼价的一个走势呢 嗯 的确就可能好像开的比较比较新颖一点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他们也是算过 因为其实几年前啊 他们投地的时候可能某一些地皮啊都是比较贵的 然后你要将成本价进去啊 什么建筑成本啊 财务成本 其实他们都会有一个定价 很难就是一个亏损的一个状态去买房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定的那么吸引 可能就是前期的一个成本应该还可以覆盖得到 未来的未必会其他的一个发展商都会跟随他的一个步伐 因为啊 大家也是要考虑就经过这几年的一个一个 就是建筑期 其实他们也不可能就是太低的一个价格去开盘 所以呢 要看啊 区域吧 好像有一些就是比较地域比较好的一个一个楼盘 其实他们定价还是相对比较昂贵的 而且呢 对于一些比较高端一点的 其实他们负担能力还是就是买价负担能力还是有的 所以呢 基本上都不存在就是大家一直去减价去卖房的一个情况 本港的一个楼市未来呢 虽然我觉得可能还是会相对有一点淡静一段时间 但是呢 到明年我觉得是慢慢复苏的 因为刚才提到如果明年美联储真的开始掉头减息的话 那个憧憬啊 非常大 因为从加息周吃掉头都减息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增加很多的一个就是买房的一个抑郁 所以我觉得明年都可能会有一个转世 今年呢 可能还是要保守一点 嗯 明白 其实呢 我们就是有个疑问 因为通关之后大家都期待有更多旅客来香港消费啊 会带动这个酒店啊 商场啊 零售市道啊 景点啊 各种方面都有一定的复苏 但是好像呢 强加人意 为什么呢 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另外呢 就是说想回到这个地产板块方面了 那在投资上呢 就有一些就比较重视一些楼房开发的 有些呢 是商场做租赁的 那在挑选上是不是还是租赁这边比较吃香一点呢 租赁这一块可能会相当比较稳定一些 因为现在 因为刚才也提到 其实现在的一个消费市道也不是特别好 通关之后呢 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支持到零售的一个消费 主要还是因为在这三年 其实内地人的一个消费模式已经改变了 他们也不一定要来香港消费 而且呢 过来的时候 现在可能通关之后也是旅游比较多一点 也未必要买很多的东西回去 而且内地经济也复苏特别慢 在内地自己消费的一个数据来看 也是相对比较弱的 所以呢 也不要说他们来香港消费了 所以这一个是年代的一个影响 但消费市道不是特别理想的时候呢 但一些商场的一个助力 如果他们商场本来是做一些比较终端的 我觉得这一个还可以支撑得到 因为民生的一个需要啊 还有就是如果说内地人过来的话 其实这一些中端一点的 可能消费会增加的会比较多一点 然后如果是比如说高端的这一些 可能就会相对比较危险的 因为购买力可能就没有前期那么好 但是就是我们现在去挑的话 真的要看其他周边他们的一个供应多不多 因为有一些做办公楼的 可能这一些租金很有机会 未来会呈现一个下滑的一个趋势 所以如果选的话 可能助力里面也会先挑一些商场 然后才到办公楼 如果说应该也是两个会比就是做主宰卖房的 这一些可能会在这一段时间会做得更好一些 但整个房地产的一个市道呢 我觉得有可能在这半年来说 也是会处于一个比较弱势的一个状态 所以建议上还是不需要这个 还不考虑碰这一块是吗 对 好 那这一节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先去一节广告 回来之后还有A股环节 现在我看的一节充许 但是 怕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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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怕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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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30 怕啦啦